我们用这个豆角做一个包子 我们先准备500克的面粉 用凉水给它和面 这个水呢 一次不要加太多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成这种面絮状 我们再用手和就不容易粘手了 给它和成一个软硬度中等的光滑面团 和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给它放到一旁备用 豆角洗净 给它放到开水里边戳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它的清气 焯好之后先把它放到凉水里边 给它过一下凉 这个过凉可以使豆角更加的翠绿 温度降下来之后 我们把豆角给它改刀切碎 准备4朵香菇 给它提前泡好 洗净切成小丁 五花肉改刀 给它切成小丁 再来切点姜末和葱花 起锅烧油 把葱姜末爆香 加入切好的五花肉丁 炒至变色 下入香菇丁 继续变炒 炒至香菇断生 放入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适量的鸡精 来点五香粉 盐适量 把所有的调料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把炒好的香菇肉丁和豆角放在一起 再擦一点红萝卜丝进去 这个萝卜丝要生的做出来它更加的清香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馅就调好了 饧好的面我们给它拿出来 分成三份 把它们分别的揉成长条 下成小剂子 这个剂子呢 要比包饺子的剂子要大一点 像普通的擀面杖一样粗细就可以 撒上一些面粉防止粘连 把每个剂子都给它擀成小圆饼 这个饼皮尽量擀的薄一点 放上我们调好的馅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包起来 做好的生坯放到蒸壁上 水烧开上锅 大火蒸8分钟 我们的豆角包子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包子皮薄馅大 外皮特别的筋道 里边的馅是非常的鲜香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